来到了上海了 那么这次呢 记者当然不会错过机会 问一下这个大宰链的问题了 而且那就成了这个老鸡们 最关心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很关心 你也很关心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是娱乐主播 对 一起来看一下 既然是歌友会 宰宰一出场就以一首忽然暖场 虽然歌艺没什么精进 照样还是让现场的歌迷群情激动 由于这场歌友会 是宰宰所代言的商家淘的腰包 为了投桃报李 主办方把宰宰与歌迷的互动 巧妙地跟商品结合了起来 让歌迷含着奶糖唱宰宰的歌 而且是红豆味道 你们要不要 宰宰唱歌不怎么样 气性也不太好 但并不妨碍她具有超高的人气 主办方为上海大学的贫困学生 举行一项慈善尊重活动 将一代宰宰的签名奶糖现场拍卖 而最终的拍卖结果真是令人咋舌 许姐偶没有来上海的宰宰 为了躲避现场媒体对大宰链的追问 原本声明不接受任何媒体的访问 但是活动结束后 在主办方的要求下 宰宰还是给了媒体十分钟时间 那老鸡们又怎么可能放过宰宰 谢谢你们 那有看见这个许新的 你觉得太可爱吗 呃 习俏妞啊 非常可爱 就是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 一个 女孩子的轮廓 然后 然后手脚都非常长 然后好像模特儿一样 对 信不希望以后有跟她一样呢 嗯 我如果以后有孩子的话 我当然希望能够生一个 很漂亮啊 又得宠的一个小孩子 对 那你去看许俏妞 那个小孩子叫她 叫你叫什么 她叫我宰宰叔叔了 你也是叔叔吗 对 她叫我宰宰叔叔 你有包红包给她吗 呃 没有 不过送了个礼物给她 对对对 能透露是什么礼物吗 就是呃 在她 满月的时候 有送了一个小礼物给她 对 看来宰宰除了已经拜见过 岳父岳母之外 还取得了许家 山上下下 老老小小的欢心 是不是好事也尽了呢 我们大家都 很想 很想就是 把把好的一面展现给 展现到国外去 那我觉得 现在谈那个 什么结不结婚 还还太早 我目前今年啊 我觉得工作最优先 那今年就是没有这个计划 本来也没有 谢谢 好 接下来和大家聊聊 看看